星星吻 深深吻 店員先在紙箱裡頭 鋪上好幾層的報紙 接著把印表機包上一層氣泡布 放進紙箱 但這樣還不夠 用保麗龍板跟報紙 把紙箱跟印表機之間的空隙 全部塞滿 雙層保護 這樣才能確保印表機在運送時 不會因為碰撞而損壞 下雨天的時候 就是盡量都鋒滿會比較好 因為怕說就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拿的時候 會不小心淋到雨幹嘛的 一般學生最常寄送的 就是電腦螢幕 但是往往一個不小心 沒做好防護措施 打開包裹 螢幕已經被壓壞 該怎麼注意 店家有配包 我們前面都是加一個 反衝的一個重軟墊 把它放著 然後再把這個固定好 這樣其實在前面的撞擊上面 就比較不會有破損的問題 民眾如果寄3C包裹 擔心遺失的話 還可以多付點錢 寄這種報紙包裹 比較有保障 以郵局來說 先申報3C產品的價值 如果包裹的價值1萬塊 就是另外再多付千分之四 也就是40塊錢的報紙費 萬一東西遺失 就能夠全額賠償 但是上限5萬塊 而新竹貨運報紙費1% 上限也是5萬 黑帽才即便 賠償的上限 則是2萬塊錢 一般的包裹是賠償560塊 但是如果你有報紙的話 那我們就按照你申報的價值來賠償 計3C產品因為單價高 所以不管是包裝方法或是寄送 都要格外注意 消費者可以多比較 各家快遞提供的服務 以免花錢即貨運 出了問題 自身權益受損 卻無處可討公道 記者李保仁 林振燕 高雄報導